菲萊蜜達克問 客人問什麼叫生蜜 什麼叫熟蜜 生蜜就是自然封蓋的生蜂蜜 熟蜜是人工脫水的一般蜂蜜 這一瓶就是生蜜 這一瓶是熟� 那生蜜跟熟蜜 到底我們食用之後它差別在哪裡 打個比方 我們容錯物收成完以後 要經過乾燥的處理 比如說我們的稻蜜 我們的花生 當採收的時候它有含水 所以是蒸 蒸東西不利於保存 所以要經過脫水的處理 脫水的處理 把它變成乾燥 我們才有辦法做長期的保存 所以要經過脫水的處理 那這個生蜜 就是它不利於保存 它沒有脫水處理 儘管在半年到一年內 你把它吃掉 它有原始的酵素 會激化我們的身體的機能 我們民間有一個平方 蒸木瓜 燉豬腳 木瓜用蒸 有什麼用蒸 蒸有冷嗎 乾的木瓜沒有冷 蒸木瓜燉豬腳 吃冷 就沒冷 如果用蒸乾的木瓜 就已經乾掉了 它就沒冷 你又吃不完 又補那個沒有的 要怎麼會有呢 土豆也要用蒸的土豆 蒸的土豆跟它有冷 一樣 有冷就會補冷 你土豆如果已經蓬乾掉了 就變乾的土豆 那乾土豆就沒有 你吃不完又補不完 那也是沒有的 特別的晚風 遇見了特別的你 特別的愛 只因為你才有意義 想念陷入潮汐 是你的魔力 想和你走過每個四季更替 你走 風雲如此痛苦之 山丘如此清明 你走